所以出道街的時候,我記得是被人罵到我想躲在房間 我很怕見人那一刻,我覺得很醜 由你的演技開始,然後就開始說你的樣子又怎樣 然後又開始針對你家人 我記得我有一刻是直接在床上,睡在床上是動不了 歡迎來到法神經 法神經是發言神的經理 我是Lydia 我是Pastor Bosco 我是Grace Hello 我們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是怎樣信主? 這個是一個好像很簡單,但也是一個很長篇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可以說很祝福 因為我小時候,我媽媽和爸爸在香港決定移民去加拿大 當時我們去到加拿大的時候,就不是說認識很多人 不是很多朋友 但剛巧在我們住的區域,就有一對基督徒的一個夫婦 也有三個小朋友,因為我自己家裡也有三個小朋友 小朋友玩得很開心,天天去她那裡玩 移民的時候就五歲,但差不多六七歲的時候 有一天,這對夫婦就說,你小朋友是否介意和我的小朋友 一起星期六去一個Bible的聖書 但就未至於到星期日那種 她說是晚上有些團契,會玩遊戲、派貼紙 我以前很喜歡存貼紙,我一聽到有貼紙的時候 我立即就說,媽媽我很想去 媽媽就說,好,你可以去吧 Bosco也認識我媽媽,其實我媽媽本身是信佛教的 也信了四十年 所以當時她是讓我們小朋友去教的 也是一件很驚訝的事 因為她一直覺得我不信主 我們要去寶寺、點香等 因為我媽媽聽到,就好像無雙大雅 玩一下就讓我們去 結果去了其實都每個星期這樣去 去了我想也有半年左右的時候 有一天其實我們在Fellowship的牧師 都會跟我們說關於缺姿 自己的信不信仰 未至於去到浸禮 其實缺姿純純是我相信這件事 所以七歲的我可能覺得 我來到這個地方,我覺得環境令我很舒服 我覺得很有愛,大家都很歡迎我 我就決定,好啊,我信主啊 正啊 回到家就跟媽媽說 然後我媽媽是,你信主? 她是很驚訝 而且會覺得,糟了 我的女兒被人是否教壞了 去那些什麼地方 換了蛇團 對,我沒有想過 其實以前你叫我去拜佛 就拜佛 對,明白 可能到了那個年紀 其實七歲的小朋友 其實現在都很有自己的思想 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相信那一刻我真的被感動 而且我的兄弟姐妹也有回家 她們也很舒服 這個環境 結果我們就 其實叫我媽媽一起回教會 說多一點就是 當初我媽媽還想著 好,讓我現在運進來 帶你們去信佛 對,對,對 她經常都這樣笑 很棒 但結果 對,對,她說 等我來又有什麼事 但最終她也是因為來到這個環境 發覺這裏真的是一個很真實的一種愛 而且是真的感覺到很觸碰 她看到所有的人 她有見過牧師 就是崇拜完之後就自己去掃地 哇,為什麼牧師會做一些這麼堪勞的工作 最終她也崇拜著 所以可以說是 我朋友帶到我們回教會 我們也帶到媽媽回教會 真的是你開始先的 對,對 是很瘋狂的 對,是很瘋狂的 是很瘋狂的 對,也是很瘋狂的 對,也是很瘋狂的 是很真實的故事 對,對,對 不是很瘋狂的 只是在裡面 小朋友在玩 充滿愛 對,對 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染 絕對 我們回到學生的時候 又會唱歌 小朋友又喜歡聽音樂 跳舞 所以整個環境是會令你覺得 這是一個開心的環境 對 很喜歡在這裡 對外地一般 可能不認識你的人 我覺得你的生活很成功 就是順風順水 但相信大家都會有低潮 在娛樂圈這段日子 你最低潮的經歷是什麼呢 這個也是我 其實有時候很怕被誤會的一件事 因為其實每一個人 怎會沒有高低的一些經歷 我上次跟老闆聊完也知道 對,知道 可以說我是一個很 就是我可能是 報起不報憂的一個人 所以可能大家感覺上 社交媒體 我不會說不開心 又會 拍照黑白 然後又哭 我不是這個風格 因為我自己都希望 從我的社交媒體 看到的人 都是得到一種鼓勵 所以我都盡量 富能量是不提及的 當然 但我想我自己在娛樂圈的經歷 其實也不少 今年也是九年 明年已經是十年了 哇 十年多 所以眨眼睛很快 但是 我想我最低潮是 我由選港者剛剛出道 到我第一套 擔正的劇集出門 我之前也有提過 就是 對比很大 可能因為我之前拍劇的時候 我也是沒有什麼經驗 也從來沒有說自己要做演員 所以我當時沒有說 受到什麼訓練 對 訓練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很需要 無論是演戲或任何一個行業 所以出道街的時候 我記得是被人罵到我想躲在房間 那我記得我是 我很怕見人 那一刻 我覺得很醜 我覺得 我又看到外界有些報道 就說 陳凱琳不懂做演員 就不要讓她去族女主角 或者 為什麼要同一個這樣的新人 那些字眼是很厭 那這個已經是其次了 再更加就是 社交媒體 那種的 你不看又不行 你看了又知道一定不會不開心 那我已經是除了自己的資訊之外 你說再上網看那些極端的評論 我已經不看了 那由你的演技開始 然後就開始說你的樣子又怎樣 然後又開始針對你家人 即是 嘩 全部全方位一次過來 那我記得我有一刻是 是直接在床上 睡在床上是動不了 那種崩潰是覺得 其實我做娛樂圈 如果我要帶娛樂給別人 但大家都在罵我 不如不要做 意思是在哪裏 我自己又對自己很失望 因為我本身也是一個對自己很高要求的人 出到街 可能人純粹看到你說 那個是不是陳凱琳 但我心裏面就是他在笑著我 那個不是就是陳凱琳 你明白嗎 那個那個 精神上的那個 你感覺到每個人都在說你 但雖然你不知道他說什麼 你便想到最差的那一面 我覺得這個是我一個人生很低落的時候 加上入行不久 二十多歲 自己又好像很naive 在那一刻 其實我 幸好我都懂得去找陳 幸好我在那一刻 我不是說放棄了所有 我媽媽也是一個很堅直的基督 她都會說 其實你除了跟我說 不如你跟神說你的現在的感受 我是那些 神怎會不知道我想什麼 她怎會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她是神 你還會有種生氣 為什麼你容許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 你又讓我選港者 又讓我順利贏了 之後你就要這樣扯回我 但是相信信主 認識神的人就知道 神根本沒有答應過 你信主那一刻 你什麼都很相信 他根本就是要你經歷這件事 因為這個才叫mine 從我開始討告 明白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 到底對我有什麼得益 會不會就是因為我從這件事 覺得 不如我現在慢慢去學演戲 或者我會再去奮鬥 去努力 其實一步一步慢慢回去 對我來說 現在這九年 是一個最大的學習 而且你真的會覺得更加值得益 因為不是說一來就到手 反而是慢慢慢慢開始好一點 然後突然有一套人說 陳開林的演技已經進步了 很舒服 然後你覺得很自然 自然已經對我來說是一個讚賞 然後慢慢去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你覺得是否克服了對你這個心理障礙 我覺得我如果對比 就像我老公一樣 他是一個百度不侵 你說什麼我都… 真厲害 所以我… 我有什麼理會 你就說吧 我最了解自己 然後我經常覺得 很羨慕你開這個心態 我是很介意別人變成我 我不知道是否女生會特別有種情感 可能是又想別人喜歡 但又想去做回自己 有時候很難去找到平衡 到現在這一刻 我想我比以前好 至少可能如果以前 只有20% 現在都有60%的自信 但仍未去到100% 我也覺得很難 對 女生其實你說少少說 你今天穿件衣服穿到這樣 然後為什麼有什麼問題 很介意別人說 男生也會的 男生也會的 這一行 或者男生可能聽完 想一想 過了一陣子又不記得 女生就放在心外一點 老師有沒有分享 對我們這種掙扎來說 剛剛所說的self identity 中文叫什麼 self identity 自我 認識 要自己知道自己的價值 我自己是誰 當我不知道自己是誰 為什麼不介意別人怎麼想 很難 說就容易 你可以叫自信的一種 就是孳先生 但你有自信 又不是過度prior 不是自高傲 只不過我知道我是誰 我知道為什麼我在做這些 其實做娛樂圈 其實一定會有不同的東西 所以其實那些行業 其實很多人有depression 你們都知道 有很多人在吃藥 其實 因為有時候有人讚你 讚很多 有時候彈你彈很多 那你在這個 裡面聽得多 其實如果我不知道我是誰 真的會引到一些 因為你做娛樂的 你就很dependent 你喜歡你的觀眾 或者你喜歡你的人 其實他們會很 很滴滴你們的內心狀況 對 我覺得你說得很對 我覺得 因為 無可否認就是 我們做這一行 就是希望受到別人的 喜歡 尊重 認同 所以你又不可以完全 忽洩別人說什麼 就覺得我是這樣的 因為你都希望 喜歡 做娛樂 因為你想帶娛樂給觀眾 沒錯 但是這個平衡 不過現在這個世代 更加誇張 因為現在社交媒體 就是網上平台 是這麼開放的 就是網上的人說什麼都可以 還有很即時看到 但還有那些人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誰 他是A645708 今天下面又寫一些東西 去告訴你 就是hide behind 就是在那個假物裡面 躲起來 是啊 所以 所以 是更加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去面對 我覺得 就是如果現在開始入行的人 有信仰 所以有適合的信仰 是嗎 我們信耶穌的 就是要做你的最好 讓神做其他人 對嗎 還有我們的信仰就是 神是愛我們 我們那個自我認清就是在神那裡 知道他愛我 他知道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恩賜 對 我在裡面找回自己 好 有人愛我的 其實都是說我而已 別人說你 其實你覺得他愛我 或者我覺得被不尊重 但當大家有愛的時候 便會尊重 對 對 好 可不可以問一下 你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 我一早上就會 小朋友吧 沒錯 七點左右 大天就會起床 煮早餐給小朋友 你自己煮的 一時是我 一時姐姐 其實他們早餐不複雜 都是煎一些Pancake 煮一塊Toast 煮雞蛋 他們就會在房間玩 因為免得到一些未起床的人 噢 OK 他們就會8時3時 就開始到達校巴 哦 他們兩個都上學 一個是半組 一個是全人 其實他們一出去之後 我就要開始開電腦做事 做你自己 其實自己生了小朋友之後 都是做多一些內容的工作 就少些說要真的走出去拍攝 拍攝 拍傳人 所以時間上是更充實的 做一些 content work preparation 然後就很快 十二點 我的小兒子就放學了 OK 就要陪他洗澡 吃飯 玩一會 然後他就去Nap 我又可以開始工作了 有時其實這段時間我都會出去 他真的開始我工作的一天 直至到四點半 大仔回來 其實很悶 這個日子 大仔回來 洗澡 洗澡 做食物給他吃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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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又會專輯一些做食物給你老公 prepare那些東西 對 你的教會生活是怎樣的 怎樣融入他們的日常生活 OK 我就一定星期日回教會 尤其是因為星期六日都沒有姐姐 我們就很喜歡一朝早九點半的服務 哇 真好早 對 都叫做早 因為很多人現在由九點半十一點半 三點半都可以選擇 通常五點半都有 七點半都有 對 最早的一行 那我就OK的 因為小朋友一起去的時候 他們當日care They love it 就像我這樣 對 他們就是進去玩唱歌 然後每一次都會有一個奴作 回來給媽媽 那是可愛 對 但是媽媽通常都沒有保留 每個星期都有 對 每個星期都有 然後就 我剛剛開始做alpha course 那是可愛 其實我有很多身邊的基督徒的朋友跟我說 你現在才來alpha 你七歲開始順轉你現在才來alpha 但因為我從來沒有讀過 我覺得就是因為我太小時候去認識 我有時候好像是要取得到這件事 好像覺得我也認識了神這麼多年 也有二十幾年 對 還有什麼需要學 但是我發覺我沒有那個根基 沒有那個路 就是Who is Jesus 第一堂第一集就是Who is Jesus 如果一個non-Christian問你Who is Jesus 你怎樣回答你 如果他問你有沒有根據的 有沒有證明的 歷史 我說什麼呢 對 我就發覺我沒有這個項目 我只懂得說我相信就可以了 I believe I believe 我自己經歷過 所以我覺得 so far 其實我投了兩項我都未很投入 但是現在漸漸漸漸 就開始覺得這個群組 開始有些conversation 然後大家又會說一些大家可能不太明白 或者有疑問的一些東西 我覺得這個course是很值得上的 對 so I'm really happy 我上了很多次的 你上了很多次的 你上了很多次的 對 對 對 這個video又很engaging 你是英文那個 英文那個 你是去實體還是Zoom 我實體的 實體的 現在這一刻沒有 對 他們都會買定 你可以在旁邊吃完才進來 Alpha Course 這個啟發課程 原意開頭 在英國的時候 就是大家 去買 吃東西 吃東西容易聊天 沒錯 你叫人去教會的時候 教會 你經常吃飯 吃飯來 有免費東西吃 好吧 吃飯聊天 其實都是聊日常生活的東西 其實齊飯聊聊天 又容易生活化一點 對 不是 常常上課 坐下來 上課 拿筆出來 我之前去過一個是Zoom 因為疫情 對 但真的感覺 我之前去一個實體的 但因為無法加入 我們加入Zoom之後 都覺得不一樣 沒有那種我們要聚在一起 聊天開心的感覺 所以如果之後有實體 都建議大家可以去試 對 很好 謝謝 下一個問題 你有什麼聖經的座右銘 你最喜歡的 我自己很喜歡 在Matthew裡面 就說 Do not worry about tomorrow because tomorrow will worry about itself 我很喜歡這句 因為很簡單 很容易 你跟任何人說 無論是Christian 都會明白 其實有時候最簡單的東西 是最難拾錢 是的 沒有擔憂 馬太谷音 不以為明天憂慮 是的 可能因為我自己 都是一個很緊張 和很心急的人 我覺得是自從回來香港 之後人是急了 急了很多 我弟弟跟我說話很快 你可否慢一點 的節奏 你比擔心 可能因為在那裡對比 大家是慢慢來的 香港人說話 每一個字都好像不夠人 我也發覺自己是 所以可能這件事 會衍生到我的性格 越來越急 很多擔憂 很多事情都是 糟了 明天怎麼辦 明天又要安排 但是我又覺得 其實這樣很不懂得 去慢慢地去 活動你的心 雖然神也有說 其實我們要數字 我們的思想是要覺得 我們有的時間 在這個世界上是很有限的 我們也要做得到的 但同時 他也想你享受你的生活 他不是希望你 在那裡完畢 可能我這件事 我覺得自己有待改善 加上有小朋友 我也會覺得 其實現在已經有一個 這麼開心的環境 不如都 給小朋友的感覺上 媽媽也是很享受這個空間 很享受這個時間 就不想令到他們的人 都好像成長很心急 很急 很擔心 但我想 盡量我和我老公 都希望給他們 一個很開心的成長環境 好 香港比較急 軍軍國是否這麼急 都不太急 不過我覺得 學生時代 和我們工作時代 也有點不一樣 又不一樣 Vancouver是慢一點的 這個是真實的 Vancouver簡直是 退休的 好地方 而且香港工作 真的有一種分秒必爭的感覺 環境是急的 其實在香港做完事之後 你去任何一個地方 你都會覺得別人不夠快 但其實是你太快 很快 我也想問一下牧師 剛剛Grace分享的 不要為明天憂慮 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怎樣做到呢 我知道我現在 其實神是告訴我們 我們不用憂慮 希望我們起落 我們不用擔心 因為牧師要照顧 你知道這件事 但你怎麼能做到呢 當你很緊張的時候 有什麼實際的步驟 我可以立刻做 耶穌做我們救主 他下來是願意和我們同行 所以當我有憂慮的時候 其實落地說 人生不可能沒有憂慮 不可能沒有憂慮 但他說 你不要為明天憂慮 意思是 你今天已經有很多事情做了 他說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他說你今天要先重視 我專注今天要做的事 完成了它 明天的事 你睡覺的時候 你先放鬆一下 你先休息一下 明天你起床才去面對 其實它有什麼意思 但我們 我自己也是 你也會 就是會想 我明天怎樣 後天怎樣 我正在展示 在哪裡借衣 化妝怎樣 你要考慮很多這些事情 你今天去處理了 約了一些人 那我就先去 對 你也會面對 我覺得娛樂圈有其是 演員 藝人 歌手 都會最擔心 今天我很忙 每天都有很多工作 但是可能突然之間 沒有工作 整理了 很多人都會經歷這類的事情 我覺得你說得很對 我是怕如果現在有機會 你不去好好辦 難道等到你沒有工作 坐在那裡 怎麼辦 你很怕失去一些機會 會 或者你失去過的機會 然後一有工作 就立即這樣說 很積極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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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的信仰 耶穌就說 祂可以照顧我們 我剛才說 我們的信仰不是說 你信了之後 一帆風順 但是祂的神的應許 就是說 你無論經歷天情 天陰與天 祂都在陪伴我們 叫我們相信祂 是的 在我們人生裏 到現在這一刻 就是信了祂之後 也真的 我們不如意的時候 那一刻 是很辛苦 但是之後 又過得到 還有 如果每一個人 反正都要經歷 這個起和這個跌 但是我的信仰是 令我有盼望 我經常跟人說 沒有太有指望 你信祂來做甚麼 你也有這件事發生在你身上 我說 但是我有希望 因為祂 所以我知道這件事 我可以面對 我可以克服經歷 其實是 然後我會有盼望 這個就是個分別 對 對 說得好 希望做得到 希望大家都可以 一起做 就是用這一種心態 嗯 對 所以我們的信仰是很好 是的 最好的 真的做一些自己個人的信仰 的分享和見證是少的 無論是因為這個圈子裏做 或者可能自己有時都會害怕 令到可能外界對我的印象 或者各方面好像很pushy 你知道我們做基督徒很害怕 別人覺得 哎呀我不想聽 我怕你們好像要帶我們回教會 就好像你們也帶我們回教會 但我覺得有這個機會去做一個見證 是很意思的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我們大家各別的分享 也都可能如果大家是未信主的 也都聽完今天是有少少的感動 咦我都想回教會 或者我都想再聽多些 那就記得留意你們發神機 發神機 好了 多謝大家 多謝Grace 謝謝Grace 希望大家喜歡的話 就支持我們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like我們的影片 和share給你的朋友 好 謝謝 下集見 拜拜